大马一哥位置被挑战 李子佳用强硬技术稳住地位 2023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上 两人首次相遇 李子佳面对来自同一地区的选手 第一局选择了避让 随后的两局让两军好感受到了 真正属于大马一哥的实力 让我们来再次回顾一下 从第一局上半局可以看出 李子佳的手下留情的 面对梁俊豪的领先 李子佳并没有全力追分 反而像前辈看待后辈一样牵着 四 二 二 二 三 五 六 三 好 李子佳看似失误的千丈 让梁俊豪以9分的领先 率先拿下第一局 也许是李子佳的友谊未知 好让这位后辈在后面对局中 感受两人之间的差距 十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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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子佳仿佛是在空分 并没有让梁俊豪拉下很多分 打得非常随意 8分 1分 10分 1分 2分 2分 3分 1分 2分 2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到了局末 李子佳才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 分叉一下就被拉开了 最后一起劈杀 把梁君豪撂倒在地 非常具有压制性 开具李子佳就以绝强的实力 强势7比0碾压梁君豪 给梁君豪狠狠地上一刻 义哥的实力不容置疑 姐伍上一刻 质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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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起前 李子佳又开始疯狂防水 显然是给予后备足够的连面 不让比分太过难看 六 五 六 五 赛点局 李子佳一记批杀鞋对角 迅速结束比赛 宣告一个位置主旋 在今年北极羽毛球公开赛上 两人将再次相遇 李子佳是否能够依旧保持淡定 梁俊豪是否能够逆转一哥 就看接下来的比赛了